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赵文的主题是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你觉得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下他对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后悔过去没有更珍惜你 更对你好 他意识到了你是那么的重要 你是一个宝 他想弥补他过去 错过的爱情 想回到你的身边去对你好 这个人呢 他就是觉得你是那个最正确的人哦 他好想要让这个感情可以成功的 只有你在他身边 他才会觉得自己是纷争浮足 你才是那个最对的人哦 现在没有你 他过得很孤单寂寞 好想找回过去的感情 你带给他的爱与关怀 令他好难忘哦 过去他就是不懂得珍惜 失去了他才知道你的重要性 可以选到第一组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他想跟你求和 想承认了自己不能没有你 他后悔过去不够珍惜你的 不知道回到你的身边 你是否会接受他呢 他现在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哦 只有在你的身边呢 才会觉得自己过得比较丰盛 浮足 内心比较充实起来哦 最对的决定就是选择 靠近你 接近你 他现在发现 当没有你的时候 他过得特别孤单寂寞的 过去没有意识到你的重要性 当失去了 才知道原来你是那么的重要 看塔罗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他已经爱上你了 他现在对你朝思暮想 无法好好入眠 一直想起过去你对他的爱与关怀 他又爱面子 所以呢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 去向你表达他的热情 他在等待着 好运的降临哦 等待着实际的到来 等待着机会的 每当有见到你 他会抓紧机会的钱要表达 他是不能没有你 失去你 你已经是他的全世界 你是最重要了 没有你他过得好空虚寂寞 他过去或许为了赚钱 而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给你的陪伴太少 现在就算他有的只是钱 他觉得他自己是最 怎么 最贫穷的 因为他失去最重要的宝 也就是你哦 他觉得太不值得了 毕竟你是他的阳光 你是那个照亮他黑暗世界的人 给他温暖的人 现在他就算有好多的钱 他也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哦 他觉得好寒冷哦 所以呢 他想要做正确的事情 不再让自己 留有任何的遗憾 想抓紧机会的把你 追回来的 去珍惜你这个宝哦 他绝对不可以再 错过你 你就是他一切的动力 想起你 他就满满动力哦 给选到第一主义 塔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被你把心偷走了 他或许过去 自己都不知道 爱上了你 或者过去他不知道自己 原来是那么需要你 失去了才知道 原来你是那么的重要 或许他过去冷落了你 为了赚钱 为了工作 给你的陪伴太少了 现在就算他得到了 全世界的财富 他觉得自己 非常的贫穷 因为失去了你这个 最重要的宝 你毕竟是他的太阳 你是那一位给他 温暖的人 现在他朝思暮想 想得满脑子都是你 他无法转心地做 转心做其他的事情哦 他又拉不下面 只去承认 所以他现在只好 一直在等待着哦 虽然可能令你猜不透 到底他的意图是什么 他就是为了想要 这个感情 可以从归就好的 他觉得做正确的事情呢 就是把你追回来了 他不想再错过你哦 他会珍惜 每一个可以见面的机会 你是他的全世界 你是他的一切哦 只要想起你 他就满满的动力的 无论多渐心渐难 他都会要紧压根的 去把你带回来 就把你追回来哦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 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需要你的时间 还有你的承诺 你的投入 有一些事情 他也不想发生的 你是否已经放弃了 这一份感情呢 他很喜欢你笑声哦 你的笑声 很能够吸引他 他就是喜欢本来的你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 已经是他喜欢的了 你就是那么对的 伤他的胃口哦 很喜欢带给你快乐 很喜欢逗你笑 他真的希望 可以跟你 我无所不谈哦 大家放下心房的 放下那个 什么防备心的 去互相的聊天 交流 过去的那份热情 你与爱 去了哪里呢 曾经那么的美好 现在好像走向平淡的 他开始担心 你是不是要放弃了呢 他一直还在关注着你哦 虽然他可能不是一直出现在你的面前 请相信他会在网上 一直想打听你的消息的 给选到第一嘴 你自己来看的这个人 他想要你更多的能够花时间 还投入在这一份感情中哦 他有一些事情发生 他也不想的 他希望你原谅他 就请你别放弃好吗 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 你是不是即将要离开他了呢 很喜欢听见你的笑声哦 你不用做任何的改变 他就是喜欢本来的样子的你 很喜欢逗你笑 把快乐带给你 希望你可以放下你的那个防备心 大家可以无所不谈的 这样子的去交流 就好像过去那么的热恋的感觉 我们过去是那么的开心快乐 我们过去是那么的相爱 这份爱与热情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虽然他可能没有经常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还是很在乎你 他还是把你放在心上 还是会上网的去打探你的消息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一起来 看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 好了这张牌卡是说呢 就是你已经遇见了你的灵魂伴侣哦 请相信呢 就是你真的会见到你的灵魂伴侣的 就是这个不是假象哦 是真实会存在的 这个人间真的有灵魂之间的连结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 就敞开心房去面对将来任何的可能性吧 新的一条道路已经在你的面前哦 所以抱着信仰 抱着信念正面的去看待你的未来 一切会好的 一切会更好 再看 就是这份爱带来的祝福呢 是值得你感到清新高兴的哦 你所渴望的爱情真的会到来 最后我们抽一张陶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这张牌卡的到来就是 去珍惜拥有的一切吧 可以花一点独处的时间哦 去过你开心快乐的日子哦 你不用一直为别人的活的 谨记的 优先的 先照顾好自己 自己过得开心 才能够把快乐带给身边的人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与对方的将来 都是充满有趣好玩的事情 可以发生的 每天都过得乐观开朗 正面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热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好了 依主提牌卡来看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哦 他想接近你 靠近你哦 想要成为像你那么的优秀 你好健康哦 你是一个心态很健康的一个人哦 你好阳光 跟你在一起好舒服哦 他可以很自由地做他自己的 非常感恩有你哦 接近你 他也想抱恩哦 想对你好哦 你值得背善待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首先你主提牌卡来看他眼中的你呢 有很多的优点 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哦 他想要成为你 像你那么的棒 你有一个好健康的心态 非常阳光乐观的 跟你在一起相处是非常舒服的 加上呢 你又是很自由的人哦 你不限制他 你也很自由地做自己 所以跟你在一起 他不用花那么多的心力呢 去猜你的话中是什么话 你都是很鼓励彼此 自由地做自己的人 然后呢 他呢 就是也感恩你哦 你对他做过的帮助与爱关怀 你对他的爱与关怀呢 令他感到好温馨的 他想要对你好 双倍的对你好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他眼中的你是带着光环的 他喜欢接近你这一道光 还能够令他感到愉悦开心 他简直就是想火力十足地冲向你 连着你不放哦 你是一个很能够带给他快乐的人 跟你相处很合拍哦 大家的志向 大家的三观到好合 他很看好你们的感情发展哦 你们的未来会闪闪发亮的 他觉得你们的未来 是会很美好的 会很幸福的 他很清醒地知道 你是他不可以错过的人 他想抓紧机会地去把握 跟你有一个未来 他本来是一个比较悲观 比较容易想不开的人 自从有你了之后 你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他真的就会对你了 产生了爱意 他爱上你了 他觉得全世界最懂他的人 就是你哦 他每天都在等着 盼着能够跟你相遇 跟你先恋 也就是有办法 把他内心的鬼呢 带走哦 你看就是天使跟鬼哦 这个人 他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爱胡思乱想的人 很容易想不开的 而你这个天使呢 就是帮助他 走回正向的 开心起来哦 你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 所以他喜欢靠近你 他觉得你就是对的人 也选到第二组 以塔罗派卡来看了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哦 他觉得你是带着光的 照亮他的那个黑暗的世界哦 他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很容易被从中来 就自己哭泣的 经常以泪洗脸的 是从有你了之后 他的笑容变得多了起来 所以你是他很喜欢靠近的人 跟你相处很舒服很开心 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已经停不住的爱上了你哦 他觉得跟你三观好合 很合拍 做的任何事情都很和谐 很少其冲突 很少吵架 他很看好你们未来的感情发展 他相信跟你在一起 他会找到幸福 他现在更清晰的意识到了 你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了 什么心事都想告诉你哦 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想跟你分享的 他每天都盼着能够跟你见面哦 只有在你的身边 他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的负能量 可以被删除被解除哦 你就是那一个给他快乐 给他幸福的人 所以他接近你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喜欢靠近你 因为他开心 看自我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我 他有什么话想说 事实上呢 你给的爱太好了 有一点难以置信哦 他受宠若惊 他没有想到 他不觉得他自己会可以成为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哦 他自卑地认为 他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 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因为他不想伤害到任何人的感受 他怕他说多错多 不小心伤害到你 他希望跟你是有未来的 希望将来跟你可以快乐幸福在一起 他再慢慢的为你改变了他自己哦 他变得更好了 你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哦 现在是 永远都是 他很渴望着你给的相吻哦 就是他要跟你亲嘴的 再看 他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事情不一样了 他爱上你了 请你主动来找他吧 他再盼着你哦 他觉得他的幸福呢 就是能够跟你无所不谈的 更选到第二主义 自卡来看呢 他说 其实呢 你给的爱太好了 他难以置信 他受宠若惊 他也自卑地认为 他可能无法达到你要的那个高标准的 他好担心 你不会爱他好久 很多时候 他想对你说的话 他开不了口 他怕他说错话 伤害到你 他希望将来可以成功地跟你顺利走在一起哦 他为了你 他改变了他自己 他慢慢地在进步中 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哦 现在是 永远都是 你永远都是他最重要的人 他每天都盼着你哦 渴望着可以跟你亲嘴的 他觉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的 他比过去还要更爱你了 请你主动地来找他吧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可以无所不谈的 他已经找到了幸福 感谢你的出现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的到来就是 在这个世间的很多的东西 我们都带不走的 唯独我们的灵魂还有回忆哦 所以呢 珍惜你所爱的 不要为了工作 忙碌的工作 而 就是冷落了你爱的人哦 所以给对方多一点的陪伴吧 再看 然后呢 热情哦 就是这张牌卡 是说现在 也许你已经遇到了 真正的热恋的 热恋着你的人 所以好好地享受这一刻哦 好好地去 恋爱一场吧 你心底里其实是知道答案的 所以呢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哦 抽一张打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被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面对这种情况 好了 出现的这一张牌卡呢 就是说 坠入爱河哦 恭喜哦 甚至可能有人向你求婚了哦 这张牌卡是说 好事将到来哦 把心打开的 去恋爱一场吧 拿出你最浪漫的一面 去好好的 去接受一份爱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的愿望梦想 顺利能够实现于达成的 清静的心 无病无痛 无伤无害的 这样子的 顺顺利利的走到幸福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篷的主题是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抽神域培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下目前这一个人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对你的事情感同身受 他好在乎你 他好关心你 你是他活着的意义 他觉得他生下来 就是为了把爱带给你哦 他活着的意义 就是来爱你的 他喜欢跟你发展成 一个健康的感情关系的 他知道你是一个好人 是可信的人 所以他喜欢靠近你 给选到第三组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首先 以主题牌卡来看 他好关心你哦 你是他最在乎的人 对你的事情 他感同身受的 很希望在你艰难 或者开心的时候 可以在你的身边 一起分享一份担 他觉得他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来爱你哦 只有在你的身边 他才会觉得自己 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想跟你发展 成一份健康的感情哦 他对你是有信任感的 他知道 你是不会伤害他 你是可靠的人 他想一辈子都跟着你 看塔罗怎么刷 给选到第三组 他对你的真实意图 是什么呢 他对你的热情 已经早就有了 他对你暗恋了一段时间了 已经不想再隐瞒 对你的热爱哦 他想要 就是向你坦白 他止不住对你的爱了 他想告诉你 他已经爱上你好久了 只不过过去太爱面子 拉不下面子去承认 别看到表面很冷静 他可能工作上是一个高管 很有能力的样子 在感情中 他可能不是你想的 那么懂得去处理哦 他是很在乎你的 他只是表达不出来哦 可能令你感受不到 他对你的在乎 他很喜欢改善 你们之间的关系哦 然后跟你发展成一份永恒不变的 想跟你打好基础 他认定你的 只有在你的身边他觉得自己才是最满足的 他知道了你的重要性哦 所以呢 多大的障碍困难呢 他都想要往勇往直前的去争取这一份感情 他知道你们之间有很多敌人哦 就是有一些情敌的出现 但不要紧的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放手哦 他会跟那些人拼了 他很大的决心 只要跟你在一起 要他做出任何的付出牺牲 他都觉得值得 给选到第三主义塔罗拜卡来看这个人 他目前对你的真实意图哦 他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他觉得再不行动的话呢 他将会抱有遗憾一辈子 他不想让自己后悔 所以呢 他对你止不住的爱 他已经不想再隐瞒哦 他已经爱上你好久了 他想要承认 他真的不能没有你 他不想失去你 他拉不下面子 他过去可能就是 爱上你了都没有表露出来 令你感受不到 但其实他是很关心你的 他也许在工作上 可以达到很高的成就 但处理感情 他可能不是很擅长的 所以呢 请你相信哦 他心中真的有你 这个人他想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已经认定你了 他希望可以跟你 达好基础的走线婚姻的一份感情哦 他日子无论多艰辛 并且难想起你的 他都会带着笑容的 你就是那个 给他那个动力的人 就是令他找到人生意义的人 他知道要在一起不容易 有很多的情敌 出现在你们之间 想摘散你们的 但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推缩 你就是那个 令他充满动力勇往值钱的人 无论他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付出 他都觉得是值得的 你是最重要的 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重要了 看资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需要你停止对他的这种追逐哦 放心吧 他已经好努力了 他好乱 给他一点空间 他过去在感情中一直在受伤的 他还会完全痊愈 每一天 他更确定你是对的人 你实在太好了 每天都发现你更多的优点 你就是他要找的另一半 你跟他过去前任不一样 你跟他过去前任不一样 为了你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什么都愿意做 他觉得你值得 好想要告诉你他对你的爱 他不想再隐瞒了 他想要永远都可以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他相信你们冥冥中是有命中注定安排要在一起的 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灵魂伴侣 那个对的人 可以选到第三主义 自可来看的 他说他希望你可以就是放心一点哦 不用一直追着他 逼着他了 他已经好努力了 他过去的感情还未完全痊愈的 他受了很多的伤 他现在好乱 给他一点时间哦 他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你放心 每一天他更确定你就是对的人哦 每一天都有心发现 发现你那么的优秀 你就是他要找的另一半 为了能够留住你 为了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做的任何付出 欺赏他都会觉得是值得的 好想要告诉你 他现在对你的爱哦 他很想要告诉你 他是爱着你 他不想再隐瞒了 他要永远都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是关于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相信是命中注定的 看这个神域培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主 因为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就是 从对方的身上 你会找到你所示的部分哦 所以就是去包容彼此吧 就是看到更多对方的优点 而不是一直放大对方的缺点 当你懂得就是换角度的去看事情的话 你会发现 对方其实是跟你之间是互补的 可以从彼此身上 可以变得更完整哦 再看 还有呢 只有时间会告诉你答案哦 然后有些的事情不用急的 实际对了你自然会知道答案 再看 然后呢 这张牌卡就是去重视一下 重视一下这一份感情哦 当你懂得就是去 重视 然后这个是关于性哦 心爱 然后呢 就是去重视一下 这一份感情 以正向的心去看待 你会找到真正的快乐 看这个神域牌 这个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抽一张给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 好了 这张牌卡是建议着你呢 就是一个像小孩般的那种 很活泼开朗的心去看待吧 不用太沉重的看待每件事情哦 活着是最重要开心嘛 所以呢 就是让自己活得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哦 不要想那么多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富贵荣华的 什么都不缺的 丰盛福祝哦 与对方就是可以互补 然后大家变得更完整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下一个留言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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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